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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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病 小病都不用怕 疫情期間 憑空創造了很多口罩美女 口罩帥哥 隨著疫情結束 這些帥哥美女也不見了 因為口罩一脫下來 刷出來 我跟妳講 真的 我覺得很多人第一眼的 第一個印象 就是第一個印象 就是看牙齒 對 我就是看牙齒 妳只看牙齒 我看牙齒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很喜歡看牙齒 所以人家每次一跟我講話 我就先看牙齒 因為我覺得牙齒很重要 應該很愛潘若迪囉 對 牠牙齒很好 那妳知道什麼動物的牙齒最好 什麼 一定是狼 為什麼 狼牙棒 OK 狼牙棒 狼牙棒是什麼 這個笑話真的不應該跟你講 因為 牠沒有在看武裝劇 對 狼牙棒是什麼 潘老師 狼牙棒就先跟棒子 牠上面有很多那種釘子 對 有長毛 OK 長釘子 不是長毛 所以狼的牙齒比較堅固 是這個意思嗎 牠沒有看那個 要講到牠不懂 牠就是一個冷笑話 對 我講一個比較聽得懂的 就 蛀牙很嚴重 然後去看牙醫 牙醫說 你牙齒好大一個洞 好大一個洞 好大一個洞 那冰官就說 醫生 我知道很嚴重 妳講一次 幹嘛講三次 因為那個洞很大 那個我聽得懂 今天我們找來了三位 為了擁有漂亮的牙齒 的來賓們 要跟我們分享他們的故事 歡迎他們潘老師 嗨 艾亞 哈囉 天仁 哈囉 好 我們三位權威醫師 首先是我們 子二角正科的牙醫 陳威動 陳醫師 嗨 大家好 好 我們的整形外科 賴心提醫師 賴醫師 我們的直牙美學牙科 李家俊醫師 大家好 歡迎 好 我跟妳講 除了頭髮之外 那個嘴是我們的第二張臉 所以今天來的都是第二張臉 曾經有問題 這也很重要 現在已經 沒有問題了 對 我們來看一下 他們曾經出過什麼問題 好可愛 這是什麼 嘴巴 對 這是嘴巴 對啊 然後有四顆牙 不然是什麼 來 第一個是什麼呢 爛 誰是爛 潘老師嗎 潘老師這一段 爛其實有 大家要矚目一下 因為他即將獨家披露 RDW的起源 這個事情 RDW 其實當然要講爛之前 我們還是要謝謝我的好哥們 他什麼東西都不會講 他就是會講這些有的沒有的 結果沒想到這些有的沒有 這個 我跟你講 RDW全詞罐 不得了了 現在 這個已經變成一個名詞了 上一個月跟我的牙醫師去露營 所以他跟我說 你知道我7月份來做冷光 就是做貼片美白的 要肉敵白的 貼片是很多 是一個蜂巢嗎 然後 對 那是只是上一個月而已 所以其實在這當中 有很多的情況 都是因為大家平常 每次有些老闆也喜歡 對 你也買了多白 是太感人了 真是的 天真是因為人真好 正經800的行銷 沒有人要看 真的 一定是拐個彎 帶點開玩笑 幽默 這個有祭典 RDW 對 RDW 當然一個重點是因為 其實我當初的應該說 我不是像一般 可能要去做一些什麼矯正的 我是沒有做一些矯正 我是因為本身牙口就不是很好 而且年紀大了 你是從小就爛還是 沒有 從小就爛 你從小才爛 你從小爛 好爛 莫名其妙 我牙齒以前也很整齊的 31 等一下 你跟大家講一下 你幾歲 因為我覺得驚為天人 我不敢相信 我現在60歲 不敢相信 他60歲 他看起來很年輕 我60歲 對不對 你年輕長那樣 30 我年輕 我長那樣是怎麼樣 你現在比較年輕 少年隊 你看到沒有 我們那個時候 其實牙齒就跟正常人一樣 沒什麼特別的 但是就是因為 你那時候是舞蹈教練嗎 對 那個時候是 已經是舞蹈員 看起來舞功好好 那個時候是跟四大天王 在跳舞的時候 什麼時候牙齒開始變不好 其實應該是在10年前 我去做一個牙齒的整理 整理就是因為你也知道 可能很久了牙齒會 以前有摔斷過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就去弄個牙齒 主要是因為 我去做保養牙齒的時候 那個院長 他看到我說 他去吃飯的時候 我一直都很想要找你 他找我只有一個原因 他說 我發現你每次在節目上 或你在做活動的時候 你很喜歡笑 因為你要在同學面前 來吧 來吧 大家 來吧 結果你就一定要 你以前笑的時候 牙齒有漏那麼多嗎 會 我牙齒本來就會 我笑的時候會喜歡 我就是習慣這樣 這樣笑 希望你現在這樣 就很像那個啃泥 對 所以我就因為想說這樣 我就乾脆把牙齒整理一下 那之前是因為 我有多一顆牙齒 是長在後面的 下排牙齒有多一顆 那一顆拔掉就OK了 他跟我說 來 我幫你做一次 把它全部都弄好 不好的我就把它拔了 拔了之後 我就間接地就幫我直了牙 所以我上面直六顆 下面直六顆 重點是說 有那麼多顏色可以選 你為什麼獨獨選了 這個超級白 好 因為其實我跟妳說 讓妳自己也變成超級白 我們的迷思 你看 我有個問題 你可以喝咖啡跟可樂嗎 可以 用吸管 醫師們都知道 全食慣是真的全食慣量 是不會擔心這些東西的 包括妳美白貼片一樣對不對 它這個全食慣厲害到什麼 妳知道嗎 PORSELIN VINEER嗎 是這個意思 所以火化的時候 全部化成灰 對 還有色粒子 我還有24顆的色粒子 全生活化以後那兩排還在 真的假的 所以妳是全食慣 所以妳花了一百萬 我全食慣 對 當初那個顏色 它的色階就是 確實是最高階的 最高階的 他說一般東方人比較少用 通常都是西方人 比較正常的人 馬桶白 對 他就所謂 那個時候叫做馬桶白 馬桶白 我是覺得說 其實我第一個 我本身黑 我喜歡 我喜歡像外國人 就像妳講 我們每次去海邊游泳的時候 那個牙齒 就會特別地漂亮 你好像比他們白 對 我本身又是在黑 所以大家都會覺得說 那個肉體白 這個太白了 妳那個是喝 妳每天用漂白水 有漱口是吧 妳是不是跟我家磁磚一樣 顏色白 各式各樣的每一個都有 結果私下的現在去 現在所有幾乎年前 還有包括我們那個 啦啦隊的那些球員們 那些隊員們 現在每一個都是跟我一樣的白 所以全食慣就是 它整個都是蓋上去的 PORSELEAN 瓷 陶瓷 應該是 對 全部都是陶瓷 就是你植完了 植了六顆之後 來把它裝上去 所以你總計就這樣子花了一百萬 值得 超粗 你這個牙齒不是活動的嗎 它沒有牙下來 它就是這樣子 你牙還太可怕 就定上去 它還伸著牙 我可以咬乾澀的那種 它是用黏的嗎 不是 那個叫黏嗎 不叫黏吧 我們會用一個特殊的小零件 小螺絲 對一個螺絲把你鎖上去的 那你的牙齦要夠健康 才鎖得上去 對 你想到重點 牙齒要用好壞很重要 牙齒用得不好 會對你的牙齒造成影響 所以我用的牙齒 是非常好的持冠牙齒 所以對我牙齒是OK的 那我沒半年 我都會回去檢查一次 基本上是沒有任何的問題 那你如果啃骨頭可以啃嗎 可以 我以前不行 我現在可以 那我們要問一下醫師 剛好利用這個機會 弱底白真的是最白的嗎 李醫師 妳有帶色卡來嗎 我們來驗證一下 我今天是有帶筆色板來 潘老師的牙齒的確是一個 是屬於最白的顏色 那個不存在宇宙間 那個是人為創造出來的 對 不過因為牙齒是 人類很重要的一個門面 我們在社交的時候 都會很需要 給人很重要的一個第一印象 所以在剛剛潘老師講話的時候 我剛剛不小心跟他對上眼 然後突然間 發生什麼事 對 突然被閃到 對 對 這個第一秒 就會給人一個很心動的感覺 因為它是一個乾淨又潔白的 一個象徵 對 但是潘老師的狀況的話 有可能在第二秒 這個人他就會恢復理性 就會覺得說 看起來好像假假的 那個應該是假牙 對 所以現在其實很多病人 他會更想要的是 別人看不出來你做的是假牙 所以我們 對 你講對了 很多時候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你看不出來 很漂亮 好自然 如果天生這樣子 沒錯 這是可以做得到的 妳說他這個 是 我跟妳講 沒有 我在他旁邊 你比那個色卡還白 對 白好多 好白 我跟妳講 而且也要我保養的好 幾萬年後 如果人類毀滅 那外星人來地球 他們會憑這個 他的假牙 知道說 我幹嘛 你剛剛畫11 不是 不是 這個節目就了了我的心願 其實我真的很想要 以前真的很想要比對潘老師的 假牙 比色版還要更白的 妳有幫人家處理過落底白嗎 的確我是有遇過有病人 他就是想要做這個白 被妳勸退了 其實通常給他一些案例的照片 然後他會思考一下 大部分的病人可能還是會 妳有給潘老師的照片給他看嗎 潘老師不需要給他看照片 大家都認識 大家都很喜歡潘老師 我也很喜歡潘老師 因為那個是誇張 我跟妳講 這當中的差別 妳一直會覺得說 一般人不適合這麼白 當然 就像一般人也不適合沒事戴墨鏡 可是如果妳是巨星 她戴起來就好看了 戴墨鏡當然可以 因為妳就是巨星 妳要不同的氣場 一般人當然不適合這麼白 可是因為她是巨星 對不對 藝人反而是異於常人 所以她那樣的氣場 她注意好去 撐得住 對 這個是妳的一個特色 對 因為這個特色很重要 因為辨識度要很高 我們要問一下醫生 如果植牙不要這麼貴 因為潘老師花了上百萬以上 弄全齒罐的 那還有什麼東西可以選擇 有半罐嗎 除了植牙 全齒罐之外 還有什麼好選 是不是有一個片 全齒罐是目前最好的材料 潘老師會花這麼多錢 是因為她還有植牙的關係 台質上是可以挑選的 顏色和形狀 我們也是都可以客製化的 那早期還有金屬齒牙 或是金屬牙 那不行吧 金屬的 沒有 最長還是很流行的一種 早期的話沒有全齒罐這樣的發明 所以就是只能就是 對 只能選擇金屬 那它有一些缺點 對啊 有危險 金屬齒牙的話 它因為有金屬的部分的關係 所以會有黑色的裸露出來 會比較不好看 那使用久了之後 表面的陶瓷因為金屬疲勞的關係 也會有比較容易脫落 破掉的現象 對 但是全齒罐就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 現在有一種陶瓷可以做得比很多金屬都還要更硬 就很耐咬 像潘老師說可以吃甘蔗這樣子 我很好奇它這種全罐的齒牙 是不是要把自己的牙磨到很小 如果是全齒罐的話 我們會需要磨1到2mm左右的厚度 但是如果只是做貼片的話 不見得要磨那麼小 現在有一種是超薄貼片 隱形貼片 對 可以做到非常薄 薄到三根頭髮疊在一起的厚度 那貼片可以取代全齒罐嗎 主要還是看需求 如果病人它本來的牙齒的基底色沒有到那麼差的話 做最薄的貼片其實就可以了 那它如果牙齒本來就已經很不好了 就是蛀牙 然後整個齒值很少的話 那就要做全齒罐 那像它這樣的全齒罐是不是要小心保護 如果說撞掉了或是怎麼樣 是不是有一些危險 如果它把牙齒刷乾淨 不要讓它再蛀牙的話 基本上這顆牙齒它就會在這個牙齒上面 不會掉下來 這個要請教一下賴醫師 定期保養 它這個真的可以耐2500度高溫嗎 對 但是通常會看到 急診室讓我們整齊罐會看到 應該是沒有經過2500度高溫 我們看到的大部分是 因為台灣老實說很多機車的騎士 然後大家現在有很注重牙齒的保健跟健康 包括外觀 所以當大家不管是補牙或做這些 就是全齒罐的項目的時候 當騎機車受傷或撞到的時候 常常會有時候會有破裂 或是不小心受傷的風險 怎麼辦破裂的話 通常破裂我們最擔心的第一個是 有沒有不小心就是吞下去 造成異物吞噬 另外就是 吞下去 影響到呼吸道 因為有時候可能合併有其他骨折 或是其他流鼻血什麼的 就是影響到呼吸 那是我們最擔心的事 扣除掉這件事 可能就是軟組織有沒有一些 比如說髒東西 因為是外傷 如果跟這些外來物 一起在軟組織裡面牽合住 可能會留下疤痕 男朋友就要做輕創的手術 我想要問醫生就是 像我媽媽 她就是大概高中的時候 她全部的牙齒都註光了 所以都拔光了 所以她那時候就開始帶 全部就是整個的活動式夾牙 然後一直到現在她就是 65 66歲 那我很想問她 還可以做那種全齒罐嗎 還是 就是整個是要直牙還是什麼的 要看天人媽媽的骨頭條件 我們要先拍一個 叫電腦斷層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它拍出來之後 可以確定你的骨頭的高度還有寬度 那再去設計你的直牙要放的位置 如果骨頭條件不錯的話 那就可以放比較多顆直牙 七顆以上的直牙 就可以做到全齒罐的固定式的夾牙 不過牙齒的咬合力 是比我們想像中還要更重的 牙齒的咬合力 可以到達40公斤這麼重 那可以想像你在吃飯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40公斤的女生 在你的牙齒上面這樣跳動 所以如果只靠一顆的直牙的話 是沒有辦法支撐全口的缺牙 那如果說要最少直牙的話 目前是可以做到四根到六根去支撐全口的缺牙 但是這樣的做法 就要做活動式的夾牙 我跟妳補充一下 現在的科技跟以前真的不一樣 所以妳不用擔心爸爸媽媽那個年紀 因為現在什麼 現在是一種3D的列印掃描 它那個列印掃描是很特別 它現在還有一種叫做 更先進的就是連臉型 它連臉型都可以掃描進去 然後配合你的牙齒 然後你牙齒的微笑線 是用那個電腦來幫你設計出來的 所以它在你牙齒裡面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 以前是要咬一個齒末的東西 現在不用 它就直接滴滴 然後就出來了 那很厲害 它其實它會完完全全是配合你的臉型 包括你現在所有的牙齒要孝陣 它在裡面都已經弄得非常的好 其實不用擔心 很厲害 剛剛有講到一個重點是 微笑曲線 聽說現在很多啦啦隊的美少女 也會去做微笑曲線 來定製自己的笑容 這到底是什麼 對 就是如果我說它本來的牙齒的微笑曲線 沒有那麼漂亮的話 或者是像是前面缺牙比較多的病人的話 我們就可以像剛剛潘老師講的一樣 用全數位化的方式 幫他做口腔掃描 把他的data傳到電腦裡面 那我們就可以去幫他設計牙齒的形狀 顏色還有那個弧線 那我們在笑起來的時候 會有這樣的弧線 它會跟我們的下唇線成一個弧線 在設計微笑曲線的時候會有一些參考的點 那除了我剛剛講的對齊下顎的這個唇的平行之外 也要注意它的這個牙齒的切端的 這個咬合平面要跟我們的瞳孔的連線平行 還有中線要跟臉的中線平行 對 然後再縮小到牙齦的連線 或者是牙齒本身的比例的問題 還有牙齒的形狀的問題 這個都是可以客製化的 這很精準耶 這好厲害 對 像是牙齒比較 所以妳說妳看現在科技多棒 牙齒比較圓的人 給人的感覺就是一個 比較溫柔的 女性化的感覺 那牙齒如果比較方的人的話 它給人的感覺就是比較正直 比較剛強這樣子 這都可以設計 那就是煎炒 那就是像鱷魚的感覺 對 很可愛 來 不得了啦 十一點熱炒店最高差 不嗆不辣不上桌 玉琳哥不得了啦 我要恭喜你 你今天知道是什麼日子嗎 是什麼日子 是我們 三週年了 三週年了 不得了啦 難怪今天的這個場景完全不一樣 是 而且最難能可貴的 看看我們這一排 我們節目三年來 終於有現場觀眾了 就是我們熱炒店的 Tierferman 是真的人耶 他們真的 我剛剛錄影前 剛剛說真的有在看我們節目 對我們節目如數家珍 是 真的有在認真看的那一種 對 所以歡迎他們來到現場 謝謝你了 謝謝 好 我們今天當然要特別一下 因為我們也做了三年 現在節目要做三年 不容易耶 對 真的不容易 很多節目 不要說三季 三季就停了 還有耶 誰會知道你我走過來 可以三年之久啊 我要為我自己掌聲鼓勵 為我掌聲鼓勵 我祝他是感恩的心 你能夠忍耐我三年 我也覺得 我跟妳講 今天的熱炒之夜 非常地特別 因為我們這三年來 無數的嘉賓在我們節目付出 然後也帶給我們精采的內容 是 從那麼多的嘉賓當中 我們精挑細選 是 把這能夠代表我們熱炒店的嘉賓們 我們選出 那來幹嘛呢 因為 一強還有一強強 對不對 一好還有一好好 有 對 所以我們要從六位當中 硬是要再來競爭 這我們三週年熱炒盃的 年度頒獎典禮 馬上就要為大家進行了 來 我們首先要歡迎我們 百大天后 楊皓如 掌聲鼓勵 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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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意思好厲害哦 好美 來 好美 好,秀一下美隊 來 不得了了 太漂亮了 太厲害了 來,我們接下來第二位是 我們歡迎到我們靠單身賺錢 我們熱炒店十次聯誼 十一次都不能脫單的 我們漣漪王小鐘 好帥哦 是MAGIC 巨星來了 巨星來了 真的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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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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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 好漂亮 這個要特別一下 要來可愛舞連拍 第一 第二 第三 四 五 五 掌聲鼓勵 歡迎林鄉 好強哦 來 第四位我們要邀請到 現在已經有一個新的船體 開啟的事業第二孫 我們俘虜獸組合的野獸 經常在我們節目 地造經典故事的經典王潘若迪 楊虎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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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帥哦 好帥哦 拉著好白 他們牙齒閃閃動人 潘老師來 復古 復古五連拍 經典POSE五連拍 來 第一 第二 第三 四 五 太棒了 底下 來,第五位 我們熱炒超級小辣椒 想拗我啃我絕對沒門的 抱走王 恰恰 這麼有誠意的來賓 不得了了 不得了了 這個一定要...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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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太棒了 我的天啊 可以 可以... 來,最後一位 最後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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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第一年入圍耶 他是誰 他是我們的 靈異故事王 璇宜故事王 不得了了 高仁何警官 來 歡迎 歡迎 高警官今天有備有來 可愛 五連拍 第一 厲害了 第二 好可愛 好可愛 第三 你很為難 四 好可愛 就快過了 最後一個 五連拍 十數的警察 對 還要搞人家幹嘛 第三 他就全屍體的 對啊 為什麼要搞成這樣 對 今天能夠來到現場的 真的是 不得了了 有好多 王中的王 聯誼王 故事王 經典王 百搭王 先跟你們講 今天不管票選結果如何 對 入圍即時肯定 因為我剛剛強調 就是凡是上過我們節目的嘉賓 對 然後我們是徵求 是真的 觀眾的意見 然後票選出來 對 所以六個已經是上過我們節目當中 最強的六個 不好意思 真的 真的是最大榮譽 對 我有聽到這個小道消息 對 就是趙哥有打電話來罵 真的 怎麼沒有發他 不是 對 後來呢 後來趙哥他退而求其次 他說做粉絲團那邊 他也OK 那總是 那時光過得總是特別快 就是我們那個排行榜 已經成績 大會已經統計出來了 那等一下就是要見證張了 是 我覺得很有可能今天冠軍是潘老師 我個人也是這麼覺得 我覺得他 對 去年是皓如 通常去年人家會這樣講的 那就危險了 我覺得要連裝有點難 強強妳覺得妳會第幾名 我無所耶 我都好 我就來這裡只要露一下我的屁股 我就可以輸了 來 搖一下 很美耶 我跟你講 不敢什麼講啊 我就只要讓我漂亮出席 我穿得特別好 直接來啦 必殺技啦 來 貓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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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故事上是為了給大家化解一點緊張的氣氛 那 好 今天難得粉絲來現場呢 要跟粉絲們互動一下 是 我們開放呢 來 針對你們喜歡的偶像 然後就一人一提 對 來 誰先 我看 誰先 13號 來 我想要問小鐘哥 就是每次在聯誼上的時候 別人都成雙成對 但是只有你一個人獨自落膽 你內心不會覺得很自卑嗎 我其實覺得還好 因為我知道 很開心啊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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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嘛要這樣子 情長失憶 商場就得意 商場就得意 對不對 賺一些錢也是不錯 通告費也是不錯 他現在的人生階段就是享受他人生 13 因為我剛剛看你眼神充滿了愛意 那如果小鐘一直配對不成功 那你願意跟他嗎 可是我不喜歡超過40歲的男生 小鐘哥現在幾歲 所以他也只不過才剛剛就是 51 看不出來51 對 他連以沒配對 然後被你打槍這樣 沒關係 13號對不對 你的臉我看清楚一下 13號吧 好 希望你趕快交到男朋友 謝謝 好 來 接下來 來 誰 我看 18號好了 你要問誰 我想請問林翔 什麼問題 公開戀愛之後 會不會擔心被球隊提出去 好犀利喔 好犀利喔 觀眾好敢問喔 不是很清楚耶 還是要等那個 長官們告訴我 有這個 現在還有這種 球隊有敬愛力嗎 我認識的啦啦隊幾乎都有男朋友 球隊有敬愛力 是啦啦隊有敬愛力 每個隊不一樣 對啊 是啦啦隊有敬愛力 還是球隊有敬愛力 球隊 所以啦啦隊是可以交男朋友 只不能交球員 是這個意思嗎 對 是這個意思 為什麼 是這個意思 沒有 你這樣很難回答 為什麼 當然啦 因為拉隊球員 同球團之間 他有情緒嗎 對 這樣不是會加油得更賣力嗎 對啊 不知道如果怕不 他們可能擔心這個球員 前一夜怎麼樣 第二天上場腳軟 對 不是啦 應該是如果感情不順的話 怕會影響事業 會影響 不是啦 是我會管他去傻 我這個愛就是 一定是 生活任然後轟轟烈烈的 我一定愛的 所有人都知道 你要跟我怎麼樣 我跟你鬥到底那一種 因為我為了愛我是可以 我就算那種 全世界最浪漫的 對 火燒啊 怎麼樣啊 那七八糟的 就好像是演一場電影一樣 胖屁啊你知道嗎 你各自交男女朋友OK 不能彼此 是嗎 你覺得辦公室可以 辦公室戀情 對啊 就是這個概念啊 是這個概念 現在還有辦公室戀情這個事情嗎 當然不行啊 像我們同一個辦公室 我也不能跟你談戀愛 對 搞什麼東西啊 球團跟拉隊有敬愛令沒錯 但是這個條款也一樣啦 英文講的 看狀況啦 所以 這個不一定啦 不能排除敬愛令的約束 都是看實力啦 你有實力 你沒事啦 就不用怕啦 你OK啦 如果他越打越好的話 反而就覺得 這個很棒對不對 反而談戀愛還有幫助 他打越來越差怎麼辦 那他進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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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問題啊 我跟你講 如果我是你男朋友的話 我會用生命去拚我的成績 對 我覺得這還真男人 對 表示說我愛你的話 我又再有證明給你看 我證明根本不會影響我成績 我反而打得更好 來來 好 再來 看你想問問題 來 14號 等一下問誰 我要問潘老師 好 你跟那個保姆阿蓮還有沒有聯絡 不對 不對 要問那個 你有沒有覺得 你是靠上沈玉琳的節目 才會那麼紅的 千萬別這麼做 你怎麼那麼 整話在錄影 我說14號的同學 我跟阿蓮沒有在聯絡 阿蓮是哪位 其實 阿蓮是你那個老保姆 阿蓮是他講的 他說是真的 從頭到尾就跟他講 我跟你講 他說你跟阿蓮 阿蓮來回來看你 敲鑼打鼓跟你洗澡 還跟你唱三歌 你們在機場法式熱舞 那段影片是誰留出來 好 來 差不多 差不多 法式機場 所有的一切 都是來自於這位先生 好不好 你也知道 你說我要靠他賺錢 其實不必 我入行37年 我跟你說 他如果不是來我們家挫債 他怎麼會知道我們家有保姆 我為了你的面子 我故意幫他改個化名 你要庇譽我講出他真正的名字嗎 叫什麼 阿如 你看又變阿如了 又變阿如了 我是為了保護他的隱私 真的 這個不要再提問他 這畢竟是 成年往事了 什麼叫你難看 再來什麼問題 7號 我想問強強 拜託罵死我 越近越好 拜託罵我 轉運 就是 很多人不是希望被你罵嗎 對 就跟有人去罵警察局 罵過之後就轉運 現在罵警察局 又被關不方便嘛 對不對 被你罵會轉運 可是無緣故罵 他也不是二百五很奇怪 對 那這樣子有一個情境好了 你不是最愛你的狗嗎 叫什麼栗子嗎 對不對 現在來 你出來 你現在有一個情境 就是你看到栗子在這邊 牆牆在旁邊買東西 沒看到你 栗子 踹 踹哪一腳 一踹下去就被你看到了 好 踹人家栗子 來 你就栗子 這樣 來 準備 GO 栗子 踹 那我也踹你啊 開罵 因為他要被你罵 我要罵他 有鬆嗎 有鬆 有開心嗎 喜歡 喜歡 最頂級的祝福 我跟你講 你給他做運了 你開天眼了 對 那是騙太 我開運了 OK 人家會不會覺得他是騙太 太歡樂了 太歡樂了 對啊 三年這個大家要 我們要感謝大家 這三年對熱炒店的支持 然後也當然感謝我們的來賓們 幫我們創造這麼多 是 這個難忘的回憶 還有故事 還有我們的觀眾 給我們的支持 來 總之今天大家聚在一起 就是開心嘛 是的 我們再次謝謝我們六大 天王情厚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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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我們下次再見 謝謝 11點熱炒店最高燥 不嗆不辣不上桌 我們俗話說得好 是 沒有那個 屁股就不要去吃那個蟹藥 什麼意思 屁股 他不要做那個味道 沒有 台語講的 你不是那個蟹藏 不要吃那個蟹藥 對 很多男人 愛吹牛 甚至已經吹牛成癮了 對 盲目地過度自信 你觀察的結果 一般男人喜歡高估自己 什麼事情 男生就很喜歡把很小的事情 放很大這樣子講 什麼當年勇 什麼曾經怎麼樣 追多少女孩子 當兵 當兵 對 不過真的有的時候 男生說話喜歡說得太滿 才會發生一些事情 讓人家覺得說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對 所以今天我們來歡迎 我們的來賓要跟我們分享 有哪一些事情 男生會高估自己 歡迎彭大哥 嗨 大家好 這是Kero姐姐 還有今天要當爸爸的犬犬 歡迎 漂亮的妻子柔柔 已經懷孕七個月了 恭喜 來 我們的李欣 好 好 請珍奇獻證熱賣中的 何宇文 對 我是全台灣出寫這些年歷 最大的熟女 對 妳的故事很勵志 對 因為其實我比較害怕的是 因為melody身材也很好 只要她不要出 我就穩坐第一把就 我沒有要出過 謝謝妳 沒有 我要講的是 女生其實不管什麼年紀 都可以大方地展露自己的身材 但是我們的目的不是裸露 像我這一年 因為重新鍛鍊我的身材 然後我就會覺得 我二十幾 三十幾的時候 沒有腹肌 其實我反而到四十家 才開始有腹肌 為什麼不秀出來 是 對 因為我們時間有限了 我們才要秀 妳二十五跟二十六沒有差 妳四十五跟四十六有差 有喔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是值得 希望大家可以肯定我這樣 很棒 妳有好的身材 妳展現出來 這個是很OK的事情 OK 那我們就言歸正傳 對 我們來問一下 男人愛高估什麼事情 宣揚自己的性能力 這個還用講嗎 這一定是何宇文 對 宇文每次都有很多這個 要跟我們分享的故事 因為其實這裡只有我是單身 所以一定 MELODY是在 MELODY才剛單身 她還沒有來得及累積 還是妳讓MELODY講一下 怎麼樣 沒有 就走紅的路線好不好 我們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我單身 我剛剛講了 其實 我比如說現在 國民平均的壽命是80幾歲 我以為妳要講 國民平均的長度 11.6 我研究過 怎麼會這麼短 很短 很短 你是高於平均值嗎 高過非常多 你看 這就是 這就是標準的 我也高過非常多 這就是標準的 你高多少 我真的 19.5 不可能19.5 你現在行動 我們現在要不要到廁所去 等一下 對 我們現在要不要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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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時候不去量 我跟妳講 你發現 你踩到我的 無聊 我們三個加起來 超過100歲了 我跟妳講 幹嘛 言歸正傳 所以我就說 你看這群男人就是這樣 我問他強不強 都說很強 問他大不大都說很大 我其實這幾年單身 就有碰過一個男的 他大概就是看到我節目上的言行 他說他最欣賞這種直接 坦率的女生 他以為妳是肉食性的 對 他就拍胸脯 跟我保證 他說 他絕對很大 大到我不敢相信 然後呢 真的 傳說中大雕 其實那時候我們一邊吃生魚片 我一邊有點害羞 然後就說 我很棒 我很大 我很久 我很強 然後我就想說 這麼坦率 我都覺得我有點臉紅了 然後我就想說 那這個應該合得來 好 那吃過幾次飯之後 有一天呢 我就說差不多了 我們來試一下 試一下對不對 好 這時候我就抱持著開 開盲盒嗎 對 開盲盒對不對 我告訴你 Bingo 真的大 我是不是就覺得 講真的 真的大 但是呢 他褲子一脫完 他動作好快喔 比我還快 他馬上躺下來 躺在床上 他說來吧 他要妳上去 就是 所以呢 尷尬至少要有一些 你知道嗎 沒有 他就說 他說 我準備好了 妳來吧 大不大 然後全部整場 都是我在上面 他沒有動過 妳就這樣子喔 而且妳知道嗎 他不是說 他不只是大 而且他很強很久 但我一坐上去 他就露出 受不了的感覺 妳知道嗎 比正常再快一點 大概 五分鐘以內 那個叫正常 這叫正常嗎 因為沒有前戲 五分鐘不正常 我那還不正常 不是 許嵐芳說的 我是聽許博士說的 他說什麼 一分鐘就算正常 許博啊 許博啊 許博是那個時代 安慰男生 對嘛 所以我現在 五分鐘怎麼會正常 那我真的想想我是變態喔 不是 所以就五十分鐘了 好 所以 我跟你講就是這樣 就是正常 好 我們就這樣正常 正常玩事 但是他就沒有動啊 他也沒有做啊 都是我在服務他 那我只好自己安慰自己 就是說他那天可能比較累 而且他在試試我的能耐 那我覺得我也不是省油的燈 我沒有讓他失望 所以第二次 我再給他一次機會 約會的時候 那一天呢 他脫完褲子 我告訴你 我脫更快 我趕快先躺著 我就是要等他 因為我喜歡傳統的樣 狀況 你們兩個還要搏心機 對 因為大家都很懶嘛 搶快誰先躺誰先贏 對 然後這時候他不得已 所以自非你躺了 對 我躺了 然後他就趴上來 他趴上來之後呢 他就動兩下之後 他突然就開始喘 真的 不到30秒 他就開始喘 你說哪一個好像有心臟病 我怕他馬上瘋耶 我告訴你 我這個人 那傳出去難聽 對 什麼新聞都能上 妳就變成那個 第二代 第二代 因為我真的很緊張 就他突然一直喘 一直喘 然後他就說 他就想了一個理由 他就說 你家冷氣是不是壞了 不冷 然後我也很尷尬 因為我就這樣 我說不冷 我說因為我都開26度了 他說就是這個原因 我好喘喔 突然他就站起來說 我 我休息一下 我把冷氣調成20度好不好 然後我就想說好 然後 他站起來暈了一下 就是要這樣扶一下之後 他去拿遙控器關掉那個 就把冷氣調冷之後 回來 怎麼 去了 已經去了 回來就軟掉了 然後再也沒辦法 糟糕 鋼哥你會這樣嗎 不是 我覺得他這 你老婆站裡不要吹你了 沒關係 我老婆 我先不要問你好了 那開洛姐 鋼哥會有這種問題嗎 還好啦 他算 對啊 不會太 也不會太弱 他會暈嗎 然後 年輕的不會 現在他會暈 現在他已經咬那個浴眩症了 他會稍微分清就 會稍微分清就再也沒辦法了嗎 對啊 還對 還對 根本不對好不好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唱這樣 有什麼好唱的嗎 好唱的 我跟你講 你在吹牛啊 就是吹牛 何宇文講的這個故事 從開始我就覺得很 男人跟他是約會 約會然後你到了房間裡面以後 有自己主動倒在那邊的 我是第一次聽到 很多 現在很多這樣是不是 沒有 因為你的前戲有可能 是可以播嗎 你前戲 我現在就是要問你前戲非常重要 都做不成的 但是男人有時候前戲搞太久 也是在拖時間 對 男人不會這樣 通常像我跟我老婆 我一定要搞到她 投皮發麻 然後才要正式來 對不對 對不對 你沒有前戲 他哪裡有感覺 對不對 什麼 請問 什麼樣的性行為可以導致 頭皮發麻 怎麼樣 姊姊有 姊姊說一下 他說一下 說一下 我跟你講 你不要越涼越黑好不好 所以如果姊姊有頭皮發麻 瓜哥姊快點 他現在就麻了 對 他廢極發亮 但是我跟你講 男人一定要做好 三點突破 你知道什麼叫三點突破 前戲就是一定要 兩個膝蓋 還有哪裡 還有哪裡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耳朵 膝蓋到底是要幹嘛 你要跟膝蓋玩是不是 還有嘴巴 幹嘛要跟膝蓋 膝蓋還有嘴巴 對 天啊 今天是講什麼 三點突破 三點膝蓋 你要先突破之後 對方才有感覺 所以你說他躺在那邊 那你怎麼會有感覺 等一下 我必須很 以為你笑笑Jerry叫天 對 因為我的重點是 你是不是太過時了 沒有 我們沒有 誰有被舔過膝蓋 誰有被舔膝蓋 這種沒有啊 這是膝蓋 有啦 不是啦 這耳朵 舔膝蓋是什麼招 舔脖子還有可能 怎麼會舔膝蓋 你為什麼不舔 對啊 那個是最重要的好嗎 所以Carol姐你被舔過膝蓋 有啊 一定有 他這樣講 你怎麼辦 對不對 來 怎麼樣 什麼感覺 舔膝蓋的感覺是什麼 因為我沒有舔過人家膝蓋 一陣酥麻這樣 頭疑 頭疑他又麻 又麻了 跟著頭疑 我覺得我可以想像 因為這樣子 以前不是有人會這樣弄膝蓋 可能滿舒服的 但我要講的是 那個男的就是擺明了 他就很懶 然後他身體不好 45歲就這樣子 你可以說再見了 對 所以第二次 我發覺他就是 有可能馬上封之後 我就把他Out了 所以我開始 臣服於玉琳哥 真的是一個真的 洞察先機的 玉琳哥是不是曾經講過 大不見得好 如果大很快 大而無盪 或是大 真的 我覺得後來我現在開始宣布 我再也沒有要追尋天長地久了 沒有 你剛剛講到的是 男生對性能力都非常有 自信 自信對不對 其實我個人 不是自信 這不是自信 這是真的 我在講真的 其實是對我的精子的 游動速度是非常有自信的 你怎麼知道你的游動速度 我們也試了很久才有種好不好 對啊 愛催你喔 好 你看是不是在 你們六年沒有避孕 沒有 沒有 我們前一年 五年沒有避孕 對 總計試了多少次 所以他五年都沒有避孕 很多次喔 大概多少次 有沒有超過100次 絕對有 應該是 柔柔講五年啊 五年啊 五年都沒有避孕 真的 那你還是很厲害 你自己其實很有自信 不是 可能是那個還沒有 時候還沒有到 我早上起來的時候都是那個 你知道要壓嗎 你講說剛起床的時候 對 要壓 而且我是十幾分鐘 不是 我是大概十幾分鐘 真的 你剛才要緊張嗎 你剛才你腿要不這樣子 腰變這樣 我是 我再不是早上起床 我出外景在野外 那時候已經下午3點了 我整個在樹下尿 我一尿 上面的麻雀掉下來 你不要吹 你再吹 他吹 翔泉講的有道理 就是我們男生在 就是起床的時候 會升旗典禮 是不是 那是很正常的 對 不然他就噴出去 那你升旗典禮禮 你缺席多久了 沒有 他已經大概 大概35年了 35 6年左右了 我到底那個跟年齡無關 不要 有關 這個是年齡沒關係嗎 那個跟年齡無關 有關 跟有沒有吃藥有關 沒有也沒有關 不是 那是正常的身體現象 因為男生在就是說 沒有 他起床的時候他自然會升旗 不是 這問你自己不準 要問Carol 對 Carol簡單說 要說一下吧 Carol Carol已經 我到現在沒有講話 已經極大程度 保留你最後的尊嚴了 他用沉默 沉默是今 對 他用沉默來對抗 我跟你講 我真慶幸 我老婆沒有在旁邊 幹嘛 要不然他一定是 因為他心裡面 鬼扯 不是嗎 不是嗎 為什麼我會對我的 對我的精子這麼有自信 因為我都是這個狀態 我一直在這個狀態裡面 所以我就覺得我的精子 一直會有 所以他一直以來都是 覺得是我的問題 對不對 所以試了一年 你有做過實驗嗎 沒有 我跟你講 試了一年 兩年 我開始到後面 都沒有喔 我想說奇怪 為什麼 然後到後面其實漸漸的 對自己已經失去了 一點點信心了 已經失缺一點信心 那個我的精子 到底還沒有活動力 結果 那時候好巧不巧 我們就在他懷孕之前 就在他懷孕之前 我們剛好接到一個合作的 動卵 動卵 我們就想說 來 動卵的業配 我們就弄到底是誰 看到底是誰的問題 因為他可以健檢 所以精子健不健康 女生的子宮健不健康 然後我們已經簽約簽下去了 然後金健問他說 最後一次來的時候要跟他們講 好 然後呢 就一直都沒來就懷孕了 蛤 要驗精子的時候就懷孕了 所以那是不是代表 時間到了 那是不是代表我的 還是有活動力的 其實有沒有受孕跟精蟲活動力 而且有沒有受孕跟精蟲活動力 而且有沒有受孕跟女生有沒有高潮 也一點相關都沒有 對 所以大家也不要互 我現在在講的新能力是子 不要互相責怪對方 不是 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問阿柳 他是不是美滿的這一方面 是嗎 因為我 我還好就是 對性就是沒有什麼太大的要求 我真的 那我跟妳講 那妳是不是平常都沒什麼感覺 什麼意思 我在問柔柔 妳在問柔柔 有啦 只是我真的沒有特別要求什麼 對 因為也沒什麼 妳還要要求什麼 我已經這麼厲害了 連長起來都要壓 妳還要要求我什麼 我 妳真的不要再 妳不要再騎妳 妳趕快下一條 老婆沒有帶 老婆沒有帶 講一些有的不的 非許 財力 魅力 財力 魅力 宇文妳怎麼老是遇到這種人 我就是 其實可能是因為我以前老闆本身 就是滿浮誇 滿愛誇大的 對 但是我以前老闆是浮誇之外 他還真的是有點實力 而且很有財力的一個人 我以前每個男朋友 我前老闆都認識 然後我記得 當然我很快樂的一點是 因為那時候主持少年兵團的時候 的確賺很多錢 但我也不會演 其實我在各大節目都有講 所以玉琳哥害我那時候 得憂鬱症 因為我真的不適合做外景 體力的那種遊戲節目 他那個 外景妳知道就是上山下海 而且那個是拿命在拚的 而且都是要砸派 砸雞蛋 做什麼大怒聲 然後我就後來得了憂鬱症 然後這時候我有一個男朋友 那男朋友其實 玉琳哥也認識 也知道 因為我都會介紹我男朋友 給他認識 然後那時候我男朋友 就常常安慰我說 妳一定要忍下去什麼的 可是我就說我不能忍了 我就說我求求妳 讓我辭職好不好 後來我那時候 那個男朋友竟然 就跟我講一句話 說沒關係 妳真的不想做就算了 是不是就覺得 這種話後來 後來呢 妳相信嗎 才當自己相信 對 因為我就想 就是我終於想 找到一個比玉琳哥 還疼我的男人了 然後我覺得 她說 對 我就 心裡就打算說 要去跟玉琳哥請辭了 然後呢 後來想想 不對 因為節目是牽扯到很多人的 是一個團隊 那我說我要再確認 確認 我就回去跟她講說 那我這樣子好了 我說妳會養我 妳先養一半 我開銷自己付 還要養一半的 那妳我房 我開銷自己付 但房貸妳先幫我講 聰明 是不是我還有點頭腦差 聰明 自然 我就說 那這個 我就說房貸每個月 比如說 我記得是三萬多塊 才三萬多塊 我買第一間房子 然後我就說 妳幫我繳這個房貸 妳不是說可以養我嗎 她看到就愣一下 說 妳當真啊 她也沒有這樣講 我就跟她愣一下 然後我就這樣 不講話 不講話把它收了 收了 就單子嘛 然後就收了 然後過一個月 然後又第二個月房貸來了 我拿給她的時候 你知道她跟我講什麼嗎 因為我準備好那一天 只要她付了房貸 因為我要測試量 就不做了 對 我就要跟玉琳哥約好 我們約了在辦公室談事情 要談判了 我要請辭了 弄爆她 然後呢 怎麼了 神經病 湯口 對 妳弄爆人家的先 弄爆什麼 只不過主持一個節目 小女生 我那時候24歲 妳反正弄爆什麼 然後 我拿給她那個 房貸的繳費單 然後她拿到以後 她又愣了一下 這一次 她就走進去她房間 然後從皮夾裡 我以為她是想說叫我自己 她給我掏現金給我 來喔 不是 她掏一張名片 她說 我真的受不了了 她說 我告訴妳 妳把妳的房子拿去徵袋好不好 我認識妳 荒譜荒唐 那她前面講說要養妳 她講那個只是講一些 沒有 那有時候是 XX而已 對 我跟她交往一年多了 妳要我現在講出來 她是哪一個嗎 我那麼多男朋友妳都認識 妳應該是圈內人 她講的應該是圈內人 我都交圈外人 反正 她講的分手了吧 我分手 這個講的就是落差太大 不然就分手了 她分手了 分手了隔天我們又繼續錄影 宇文從來沒這麼賣力過 因為她認清真相的工作 才是真正的 真的 我就做到這個節目收攤為止 對 一直辦著節目共存亡 對啊 所以就是這樣 這代表男人不可靠 唯一不會背叛我的 對 還有玉琳哥 又在那邊高伏自己 我很好 謝謝 何宇文談了一輩子戀愛 一個不如一個 對啊 我其實覺得 你這個視頻幹嘛牽扯到我 我們在那邊伸口撒鹽好不好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 與其在那邊交這個男朋友 交那男朋友 你不如去廟裡面 多燒香拜拜 我還以為叫我出家了 你真的很討厭 我跟你講 何宇文一定會找到 如意郎君的 你這個就跟小鐘 跟他爸爸對話一樣 對啊 他爸爸說 小鐘啊你就說 你就隨便找一個吧 你就幾歲了 爸 我認真找都找不到了 我還隨便找 然後就跟他爸說 爸 反正我相信 總有一個人 在最後的時間會等我 等一下 我跟小鐘不一樣 我結過婚 而且我們也是真心相愛的 可是每個人的時間點不一樣 有時候即時停損 即時放手 也是一種成功 所以我也曾經快樂過 有啦 他也不是沒爽到 他很多人追 你不用擔心 他還在爽 目前還在爽 這一組 來Carol 我第一刻找 我第一刻找余天大哥 也不要找你 看看你自己 來Carol 你如果可以重新選擇 你會選擇槓哥 你選擇余天 余天 她唱歌很好聽對不對 那你覺得槓哥也是 很有魅力的那一種 他以前哪一點吸引你 他 那個就是 他 好像肚子滿有學問的這樣子 他肚子滿有學問的 肚子有東西 那他膝蓋有學問嗎 等一下 還是就看上了膝蓋 來 講話不要這麼 傷人太傷 我跟你講 我年輕的時候也是 偏偏風度美少年 你看他超有自信的 我第一個女朋友 是華航的空姐 第二個 喜歡高的 對 喜歡高的 你他喜歡腿長的 你都喜歡腿長的 因為當才可以親膝蓋 我要腿長的 他腿長的 腿長的 很難 不是這樣 今天這一集播出 所有全台灣的男生 都會學幹哥 天上 可以親膝蓋 你人生高光時刻要來了 要來了 上次高光時刻 是你帶一千人去抗議 對不對 你將迎來第二次高光時刻 你將掀起全台 我不騙你 以前 他剛剛認識我的時候 他不是看著我講話 他是看著我的 肌肉 肌肉 肌肉寶貝 肌肉寶貝 寶貝你好 你 我喜歡腿 肌肉 肌肉 你才能幫你微信中腳 你 搞不好評審還學到一個新招 我真的好 但是我還是希望你真的能夠 你真的能夠得到 當然 我得到這件事 我們官方慶功完 我回家這件事 一定是填我老婆的膝蓋 好 好 我會填 我會填 你填 我填我膝蓋 填爆他 我會填爆他 我會填爆他的程度 每一個男生都喜歡吹牛 這個是很正常 因為男生就像小孩子一樣 單純 然後喜歡比較 不管幾百歲 我心裡面還是那個小朋友 你看剛剛我們一開場 在講長短的時候 氣到我們三個都要登上去廁所了 對啊 你們三個很幼稚 都這麼幾歲的人嗎 所以就是這樣 女人就老婆或女朋友 就多包容一下 對 開心就好 好啦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趕快點膝蓋 你們看已經12點了 點膝蓋吧 OK 看風向星座 水瓶 雙子 天平 他們是怎麼樣當家人呢 翻臉跟翻書一樣 有自己的標準 其實他們 很會人際關係相處 但是對待家人呢 他就表現成自己真正的樣子 他們認為家人之間不是要溫柔 而是 我真實 我不要給你戴一個面具 這是我對你最好的表現 但是他又很聰明 雙子聰明在於 他很會累積小點數 如果我今天心虛 我就來點小浪漫 對 然後累積7點 累積好點數 下次怎麼樣說 你幫我倒扣好不好 所以有雙子是這樣子嗎 你們家有一個雙子 楊明威是雙子 對 楊明威是雙子 所以我在拍 有生之間的時候 遇到小鐘哥就覺得 很有老公記事感 因為他也是雙子座 對 就是雙子座是一個 平常在外面超級好相處 就是真的是大家的好朋友 然後也不會在外面翻臉什麼的 可是就是在家裡呢 他就會真的是 翻臉跟翻書一樣快這樣子 就是隨時都在變 比如說前陣子 我們兩個都想要減肥 就想要飲食控制這樣 然後他就說好 那我們現在來吃健康餐 你每天都煮那種健康的雞胸肉 什麼什麼花椰菜給我 然後我說好 然後第二天晚上 我們小孩睡了以後 就會看巨石剪 然後看一看 他就說我們來叫麥當勞 然後 那不是在減肥嗎 我就說 你不怕飲食控制嗎 他說對 我算了一下 我覺得我今天那個 蛋白質補中還不夠 我要叫那個炸雞分享餐 然後我就說 可是那個是炸得很胖 他說不會有一個 炸雞肉算 對 他有一個自己的道理在 然後我後來就覺得 他們變得很快 而且都會有一個 他有自己的邏輯 雙子座很容易放過自己 對 然後我就覺得說 好 OK 然後就是 因為畢竟我們也結婚很久了 然後我就覺得 後來有一點習慣他的這個多變 我以前一個老闆雙子座 他那個變容是 老闆我明天要請假 你怎麼可以請假 你請了幾次假了 但是你想請 好啦 你也很辛苦 你是不是就不像你 這個變得太誇張了 他天天都這樣 我寫案子給他 這什麼爛案子 這個 這個 但是只一看你不錯 玉琳啊 其實 你還不錯嗎 又有才華的 他就這樣的人 表辯 你是不是也是這樣 我不是 雙子沒有啊 雙子有經濟壓力的時候會這樣 人格分裂 有經濟壓力的時候 真的 你那個小孩的補習時間 我老公還 雙子AB 非常多 雙子已經夠那個了 他AB了 所以我都覺得我好像有四個老公 所以是 不同的人出選 你很有趣耶 你的人生 對 就是不會無聊 對 你那個小孩的補習時間是怎樣 對 就是因為 小朋友三年級了 就是開始學校的課業 因為他念公立學校 所以常常是中午就放學了 那我就有幫他安排安親班 然後我老公就覺得他是自由派的 他覺得小朋友課業壓力不要這麼大 就是未來的十幾年 他都要被卡在這個求學的過程中 很辛苦 所以就應該要以玩樂為重 然後但我就覺得不行啊 就是你該學習的 基本的該學的要學 然後因為由於就是如果要賠寫功課 都是我在賠 所以我覺得這樣有點傷感情 所以我就覺得那還不如去安親班 而且你這樣子在安親班寫完 搞定之後你回家就是完全的放鬆 所以我就跟我老公討論這個 然後他一開始就說好 那就OK那就去上 然後就報名了 然後那個安親班是學期繳的 就是一繳了就是上完一整學期這樣 然後去 有一天他就不小心寫功課 想那個小日記寫太久寫到起點 然後我老公就說 上什麼安親班啊 這樣子很辛苦什麼 他就一直重複的反覆 然後說不要上 現在去退廢 然後可能隔天起床他又說 可是我後來想一想 這樣還是讓他去上好了 他就是跟我那個老闆一樣 就是被人來不去 那你會被搞瘋掉嗎 就是我 就是我一開始其實真的蠻瘋 快瘋掉的 但後來就是有一點 又覺得我都會氣笑 就會覺得 可愛可愛 就是有點 就是他又會把這些東西 都很幽默的講出來 所以就氣一氣又覺得 好像其實也沒什麼大不了的 對 而且像就是可能如果他發現我生氣了 隔幾天他就會有那個 想到雞電 想到雞電 他又想到雞電 對 像前陣子他在台南拍戲的時候 就是可能剛好 剛好有幾天前有惹毛我就對了 然後我就說 那你去台南 有空的話幫我買一家咖啡 我很喜歡那家咖啡這樣 然後就Google說 離我飯店11公里很遠耶 然後我就說 喔好吧 那如果你覺得麻煩就算了這樣 然後結果他隔天 一早就拍他騎著腳踏車的照片 自拍一場給我說 可愛 我騎腳踏車去幫你買這樣 超熱的 哇 好棒 然後沿路還打電話來說 真的很熱耶 很遠 然後騎騎騎 然後去叫我挑豆子啊什麼的 買完回去以後傳了一個截圖給我說 今天總共騎了22公里 而且超熱 我還騎錯路什麼時候 結果一直碎唸 可是他就是這個舉動還是讓我覺得 對 雙子座迷人的魅力就在這個地方 來 律師有案例 像我最近處理了一個案件 那他是離婚的案件 那我當事人是女生 那他前夫就是雙子座 那一開始他們要談離婚的時候 因為談離婚的時候很多夫妻都會 重點就是錢跟小孩嘛 要搶小孩 那他們是有三個小孩喔 然後我的當事人是女生嘛 他很想要拿到三個小孩 那這個時候他前夫就跟他講說 你放心我沒有跟你搶小孩 三個都給你養 而且我會很大手筆 也不用跟你談什麼服養費 我每個月給你十萬 然後我朋友聽了就 欸不是 我當事人聽了就很開心 就說欸那是不是安全沒問題 結果你們知道怎麼樣嗎 最後還是沒有照這個協議去走 最後還是鬧上了法院 那最後如果是說用那個我們的標準去判 用法院去判的話是怎麼算 他是用例如說台北市的每個人平均消費水準 假設是三萬二好了 那這樣子除以二 因為如果小孩是兩邊都要付的話 一個人要付一半嘛 所以是一萬六 一個小孩一萬六 所以三個小孩是四萬八 其實四萬八已經比他前夫 原本答應的十萬少很多了 可是這個時候他前夫聽到四萬八 他就傻眼 他說你會不會在開玩笑啊 四萬八你在跟我開玩笑嗎 我又沒有看到小孩 我為什麼每個月要給你這麼多錢 這是他第一次變 對那這邊要跟大家講就是 就算說小孩是在媽媽那邊 但是爸爸這邊 扶養費還是該付 就是要付到小孩成年 就是沒有看到小孩 但四萬八得乖乖的付就對了 對可是他就拖拖拉拉不付 第一個月他就說 那我可不可以用分期 其實他前夫其實很有錢喔 他說我要分期 就是我先給你兩萬四 下個月再給你兩萬四這樣 然後我的那個當事人他也很好心 就說好啦好啦隨便你 因為他就覺得沒差 因為這個錢說真的 就只是一個小小的補貼而已 根本就是沒有辦法真的養小孩 然後呢下一個月他變成怎樣 他開始講了一個很好笑 他就說 嗯那我要扣掉 因為我就是他前夫 還是會帶小孩出去玩什麼 他們還是會有會面交往嘛 然後說 他那時候還要扣掉他自己的花費 對你怎麼知道 他就說 欸我這次帶他去看那個什麼 就是上禮拜那個新上演的電影 他說電影票兩百塊 兩百八要扣掉 然後我這次還幫他買了一組 很貴的那個什麼什麼什麼 就是電動玩具車 說什麼三千塊要扣掉 然後他就列一列列一列 就說那這個可不可以扣掉 那他是不是會計啊 就是變得很 有那個樣子 算得很細 然後我那個 我當時也覺得很奇怪 因為他們交往中的時候 其實雙子座是很大方的 就是他們在結婚的過程中 或者是說婚後生小孩 其實雙子座一直都是很大方 可是沒想到婚後在講這個時候 變成這樣 雙子座事到零頭的時候 會變得很務實 他就不會裝瘋賣傻了 他們平常真的都在裝瘋賣傻 對 真的 我想得很對對不對 非常緊張 玉琳老師 水象星座 雙魚巨蟹天蠍座 迂迴又輸不起 比起土象的壓抑 水象的壓抑是來自於 他有很多小劇場 劇場一過 他就不知道該不該講 那就選擇不講 想到講的時候 又方式不對 時間不對 別人就覺得 因為壓抑會悶這樣子 真的 還不如真的壓抑還來得舒服一點 他還要迂迴 假裝 假裝沒事 輸不起 因為他有時候會覺得 又輸不起 對 有時候會覺得我都為你付出這麼多 我都迂迴這麼久了 你還沒有再看到我這種心裡的起起伏伏 來 心疼我一下 來關注我一下 關心溫柔一點嘛 那這個時候出現什麼狀況 壓抑之後會 心理上有個狀況叫做 會嫉妒 嫉妒之後就 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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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乾脆講中文 嫌小轉生氣 對 就是這樣轉生氣 翻譯得好 謝謝依林哥 小孩 你真的 就是 這是我一個很親的堂哥 天蠍做的堂哥 對 他就是這樣的 迂迴又輸不起 比如說從小 他明明比我大滿多的 然後我們在那邊打那個 任天堂 那邊玩 然後他只要 因為他 因為他年紀比我大嘛 所以前面當然都有贏我 但當我慢慢長大之後 他開始 打電動也輸我了 然後他就開始 今天這搖桿到底怎麼回事 搖桿是不是壞掉了 然後看一下 還是輸嘛 他就那個 任天堂不是都有一個卡帶 對 然後他就直接這樣 砰 就把那個卡帶退出來 然後就一定是卡帶有問題 要吹吹 對 要吹吹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那怎麼辦 我剛剛已經贏了耶 他說 他就走掉了 他就跑掉 對 要不然就是比如說打 比如說我們會打籃球 一起打籃球 那當然到後來球 就打不贏我 他就會直接把球 比如說我們那個時候是在 我記得是在我們再興中學 一個後山的一個籃球場 玩...他打不贏 他就把球直接從後山 就丟到下面去 然後又來那一套 他就走掉了 然後但是呢 他很輸不起的就是錢的地方 他就... 比如說我們過年的時候 都會去拔 都會賭一些 玩小玩一下這樣子 那個很小 那個賭注大概五十塊 一百塊這樣子 然後玩... 我爺爺喔 我爺爺只不過贏他一百二十塊錢 一百二十塊錢 我爺爺到半夜一點半 一邊揉眼睛 一邊拜託他說 拜託... 你讓爺爺去睡覺好不好 爺爺快不休了 爺爺已經... 爺爺在後面紀念了 對 他死都不讓爺爺去睡覺 一直讓我爺爺 拿了自己的那個三百塊錢出來說 那這個給你吃紅好不好 沒有 棺材本三百也太少了吧 他對 我爺爺拿錢給他 好 又是一樣 又講同一句話 不完囉 他就走了 那個方自由有天蠍座的兒子 對 我的兒子就是 心思真的很細膩 很會吃醋 就是因為我們家就是 小孩都還是喜歡爸爸媽媽陪睡覺這樣子 然後 每次呢他們就要爭 媽媽先陪誰 或者是爸爸先陪誰 然後如果我先陪姐姐 毫不考慮的選擇先陪姐姐 他就會在旁邊自己一個人演 好可憐喔 媽媽 真的不愛我了 他會哽咽這樣 然後 然後就要去哄他 然後或者是 如果我在對姐姐 發脾氣的時候 就在教訓姐姐的時候 他只要看到我在教訓姐姐 他就會旁邊 超級壯乖 但是要在妳面前這樣 他說 媽媽你看我剛剛都乖乖吃飯喔 媽媽一看我怎麼都沒有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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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姐姐犯了什麼時候 他說 我都沒有喔 就是他就會這種小心機 要弄一下弄一下 然後就覺得很好笑 但是又很貼心 就是很可愛 對 小孩真的很可愛 對 所以這個家人不管什麼星座 其實我們看到都是愛 對 吵鬧鬧也是一家人 其實這個家人之間的關係 為什麼一再會被拍成戲劇 你知道嗎 因為它就是有趣 真的 然後看了又很有共鳴 對 非常好運 因為這樣的劇情 已經一段時間沒有了 如今我們有生之年 我們是今年的年度大戲 好 即將要隆重推出 好 我們TVVS的原創劇集 每週六晚間10點呢 會在我們TVVS42頻道播出 很多台都有播 那些台不要再講 跟我們無關 TVVS42台很重要 基本上到處都看得到 對 鋪天蓋地 對 跟這個家人不管距離多遠 心裡還是稀稀念念連在一起 這個爭吵不斷 但是愛也是存在的 好的 那也要祝福大家 大家跟自己的家人 都可以快快樂樂 POKEDO FOREVER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今天要看有勝之年 有勝之年 讓大家支持起來 讚